谢谢大伙的掌声 谢谢您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 我叫马军 是马踏飞燕的马 统戴千军的军 该您了 我也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 我姓圣 姓圣 对对 圣老师 您老师 青年才俊 您夸奖 得意双心 不敢当 别瞧您年轻 但是水平高超 我也不行 您是一般的水平 参加不了我们这个天津卫视 效力相迎的栏目 那倒是实话 尤其今天 我们这个主题太好了 什么主题 我一说出来掌声四起 您说说 加风 说的还真对 你别说说的对 你知道什么是加风吗 还想考我 我怕你不清楚 加风 又叫门风 代表着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时代风尚和生活作风 这不吗 我们在演出之前呢 这个导演给我们开会 开会了 还说准备搞这么一个评比的活动 对 要评选一个优秀加风好演员 而且说了 谁要评选成第一名 将会代表我们天津电视台 到室内各大社区 进行免费 义务 懂吗 就是一分钱不给 免费演出 三十场 哎呦 这要是被评选上 那简直 太不幸了 你说这个 谁是合适的人选 谁合适我不知道 反正我不合适 哎呀 这也对 因为你加风不行啊 对不对 谁说的 你评选不了 谁说我加风不行 我是有事 我三十场演出我去不了 你有什么事比评选还重要 对啊 我对 我们家楼上住着一个孤寡老人 我最近这不是定时去看望 看望 帮着老人做做家务啊 收拾收拾卫生什么的 你瞧 忙这事 那演出我就去不了了 尊老敬老 这算什么呀 这我们家就这么教的呀 你瞧瞧 这您绝对是一个合格的 优秀家风好演员哪 别这么说呀 我是这都是我做的 那三十场演出 我不是不想 我不是去不了吗 哦 冲突了 所以就 哎呀 比较遗憾 真遗憾 本来呀 我也是想参加评选活动 哦 你也不想去 当然 当然不是了 那么为什么 它是这么回事 这个我们的初中老师啊 初中老师 退休了 我们班六十多个同学 准备每人给老师搞一场大型的感恩会 回报老师当初培育我们的感情 那你这属于尊实重道啊 应该 这绝对是优秀家风好演员哪 中口 我参加不了评 我给老师感恩会六十多场买东到西联系人 没时间 真的咱俩真是太遗憾了 可不不 你说咱俩这么遗憾 你说谁不遗憾呢 我管那个的 爱谁谁 你不管不行 咱得找出一人来 把他推荐给导演 咱俩就彻底的安全了 你聪明了 你敢说 那你说咱推荐谁 推荐李京 为什么推荐李京啊 李京老师是名人 他有名 天天上电视 对不对 再说李京演出费高 高啊 挣得多 李京老师一场演出费是咱俩十倍 他 一场演出能挣四百了 你别管人挣多少钱 人家是名人挣的又多 你就应该推荐他 你想啊 三十多场 分文不给 累死他 到时候他是累死了 本来找他的演出 都找咱们了 咱俩就发财了 你想是不是 对啊 要不说你坏 你不长个儿了 真的 我这是为咱好 对对对 我知道 知道吗 既然选他 打电话 给导演打电话 你怎么不打 我电话没费了 六十多场感恩会 我联系人 买东道西 我没钱了 你看我这里边 记了好几个导演 是吗 这哪个负责 这是 咱打哪个 打胰岛 糖尿病 是吗 胰岛干嘛 猴依依 胰岛 那么猴岛嘛 你别管什么倒了 你会说吗 这还不会说吗 就打电话 给他打 打完之后 喂 导演 带上你 我跟马军商量了 评选这个优秀 加风好演员呢 我们推荐李晶 那人家得问 那个为什么呀 为什么 因为他是名人呢 他演出废告 三十场 还不得累死他 这把他累死了 这 能这么说吗 咱就这么商量的 不是 这是秘密吗 这不是 咱们是什么活动 评选优秀 加风好演员 对呀 那你得跟导演说 李晶老师的好加风啊 你得 我哪知道呀 瞎编不会吗 瞎编 胡说八道不会吗 你拿回来 你笨死我了 你打 你打 就 就 哎 导演 对对 痛了 是我 对 那个 我和盛伟 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呀 我们推荐李晶老师 做优秀加风 好演员 推荐他 为什么 因为他演大 不是 他是演大有神 他也不挨 他是那个乐于助人 有一次 他们家那电梯停电了 小区 那全没电了 他帮一个大姐 把一袋面 扛楼上去了 扛楼上 那是八楼啊 累得李老师 演珠子都快掉下来了 人家生活作风好 您就得评选他 我看你多少回 我还知道 导演 我是上尾 我还知道一个 他们小区啊 里边有好多 那个流浪猫 流浪狗 我经常看见他 买一些猫粮 狗粮 去喂这些小动物 我问他为什么 他跟我说了 他说这个 爱护动物啊 是他们家 从小就这么灌输的 这就是人家的好家风啊 对呀 选李京老师 是这个特别合适 可以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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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什么 哦 改了 我不是 一舞演出 三十场 不是 哦 三场啊 三场 我们俩也不 哦 啊 还补贴三千块钱 哎呦 爸爸呀 哎呦 导演 导 导演 哎呦 什么 您再说一遍 您没说清 三 三场 给三千块 哎呦 李京 不合适 李京 哪成啊 他有问题 他 对对 他帮人扛面 对他是 你知道他为什么 帮那大姐扛面吗 哎呦 他看人大姐 长得漂亮 导演 你知道 关键是人家大姐丈夫一出差 他才帮人扛面 一出差就帮 导演 我不是吓唬你 他生活作风有问题 你要选上他 对对对 我告诉你 确实是不能选他 不能 善良 他可不善良 是 他是为他们那个小区的流浪猫流浪狗 您知道为什么吗 他有个亲戚 他他那个三舅 是卖烤羊肉串的 他就是为把这些小动物喂肥了 送他三舅那 假装羊肉 我还看见干嘛 那肉串我吃多少回了 我告诉你 现在弄得我一到二八月 听见猫叫我想上房 所以您 所以 导演 您听我的 您得听我们大伙的意见 对对对 咱们不选他 哎呀对 不不不 哎呀好好好 哎呀不选他去 哎呀我的天哪 不选了 哎呀太选了呀 哎呦 这让他选上可不麻烦了吗 哪个好事 确选了他 哎 哎 不过他是不选了是吧 嗯 那你说这三舅位前应该谁拿 演出谁去 这都得有个人 花落谁家 不是 你你你你刚才说完这话 嗯 我心里倒是有那么一个人选 你猜怎么着 我这也有个主意 咱俩 是不是想一块去了 要不咱俩一起说 一块说 我认为这个人就是 我自己 哎 你这太 你怎么能是你啊 就应该是我呀 你你为什么 大伙都听着了 嗯 我我这个 我帮助孤寡老人哪 对 打扫卫生 正是因为你帮助孤寡老人 你没时间参加演出 那个我跟孤寡老人 要不行 我说一声 先不去也行 这能不去吗 那是我姥姥 你姥姥是孤寡老人 你这是假的 你知道吗你 我假的怎么了 你人品有问题 你去不了 还得是我 你你也不行 你不得给那个初中老师 办那个感恩会六十场 什么初中老师 哪来的感恩会 初中老师 我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 就 感恩会没有那个 就我去 你这也是假的 真假 你管不着 我就应该参加 你评选不上 我必须是 我现在给导演打电话 我也打 我就推荐你 我电话没费了 没费了 我打 喂喂 喂 导演我 我是我 咱不是评选那个 优秀加风好演员吗 我这个人 我毛髓自荐 我认为我还是比较合适的 为什么 我加风好啊 我经常帮助那个 我们楼上的孤寡老人 那是他姥姥 对 他是我姥姥 他是我姥姥 他也是孤寡老人呐 为什么 因为啊 因为我姥姥姥 叫孤寡 蛤蟆 你猜蛤蟆呢 喂喂 导演没说你 我是说我那个蛤蟆姥 我跟他 我就给他打扫打扫卫生 行了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不是 导演 您还得听我说 我不是老王 卖瓜自卖自宽 我这人品太好了 我这加风也好 您知道吗 我们初中老师退休 我给办60多场 感恩贵 他小学四年级之后 就不上了 你 不是 不是四年级不上学了 他说我 他说我四年级 个头就不上了 您知道吗 所以说呀 真的 还得说我上 我电话 你说这 喂 导演还得选我 他加风有问题 我加风挺好 真的 他人品也不行 你选他 我评选结果出来了 谁呀 李晶 不是他 哦 李晶把补助那 三千块钱捐给 敬老院了 哦 哦 那就想 哎 再见 李晶把钱捐给 敬老院了 要这么说 人家李老师 那叫实至名归 我怎么感觉 有点不好意思 咱这脸还是脸 是不是做错了 太不对了 那咱怎么办呢 从明天开始改呀 改正错误啊 能改正啊 当然能改 以后就拿这个 优秀家风 好演员的标准 要求自己 改正自己 那你要这么说 我也表个态 改 打明儿起 嗯 我我 我用优秀家风 好演员的标准 我要求自己 对 我我 我实事求是 嗯 我乐于助人 好 我尊师重道 我谦虚谨慎 这就对了 行吗 按照这个标准 要求自己 你放心 明年再评选 优秀家风 好演员怎么样 这钱都是咱的 哎 还想讲呢 好